我们推一个发紧杀 推 推 然后再翻过来再推 大家好 很早时间没发视频了啊 这是我最近做的小袍子 很多网友 木友问这个豹子的道乐道 今天通过做这个小豹子的大家讲解一下 豹子画线问题 你怎么画 无所谓 各有各的画法 有一点必须把线画上 作为参照物 参考 你比如说做这报口的时候 做这个斜度 你必须看线 这个下枣子以后 这个线和这个线 做的时候不要在一条线上 一定要留一点缝 留一点点修理缝 往里来 枣的时候一偏头才可以看到这个线 往这边枣的时候 一偏头可以看到这个线 一定要按线做 把角度标对 不管你是45角 43度角 按线去做 这个千斤的距离和这个距离是等份的 它多宽 它就多宽 对于系木友 养成这种习惯 按线做的刮了 很多木友就问中式豹子 用就不好用了 刮不直了 有时候就刮到两头 中间刮不着 说是什么毛病呢 实际来讲 中式豹子在那几种豹子里边 它是最好用的 最省力的啊 每一样工具你用的时候 它都会变形 一把铁锹 弄个半年不干活 拿出来你还得看看 敲霸 终极曲曲绣才能用 这个豹子就是每当你干活之前 头一点必须注意的把这豹底子平了 如果豹底子不平 你这豹子永远不好使 再好使的豹子也没有用 养成这种习惯 做活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豹底平了 堆缝啊 刮料啊 硅坊啊 都一点问题没有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干活前拿靠子靠一下 哪高哪低 就能看得可透不透光 肯定是放一段时间才变形 找平台去研 把它做完了以后 我做一个研豹底视频 给大家展示一下 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做 铁式小圆角 铁式小圆角 谁扁的 我便了 这个一点一点玻璃盐 这剩盐就是引到位了 看这豆子吗 嗯 你老得敲在后边 你老敲木头就敲坏了 所以就像一块这个 手拧螺丝 好了 豹子做完了 豹子最忌讳啥呢 豹子和豹子拼豹底 这个是非常浪费这个豹子的 怎么拼这豹底呢 这手是啥子条 豹在这个平台上 把这台桌先打开 把这个压里边 把平台靠沿 全桌紧实 靠鲜 紧正 开始沿这个豹子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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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翻过来再推 拿出来以后 一看这全到了 就是这豹子平了 平了以后换一张细沙子 也是在平台上这么推豹子 看 这些效果平了 下一步开始 花料 四豹子 这期豹子做完了 就到这里 别忘了一键三连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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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